這個單元我們來講的是Excel小技巧 複製表格時格式錯亂怎麼辦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這邊 結果這邊我們畫好了一個表格 如果說我要將這個表格 Copy到範例這邊來 然後我希望保持它原來的一個格式的話 要怎麼做 第一種方法 點 藍名跟列號交叉的這個小三角形 這個這樣點一下 點完了以後 按Ctrl C 複製 或者選藏用裡面的複製都可以 然後到了範例這邊 注意到範例這邊點一下 我們一樣點這個 三角形的地方 把它按Ctrl V貼上 或者你直接這邊幹嘛 藏用裡面的什麼 貼上也可以 那這樣來講它就照你 剛剛原本的格式幹嘛 來做出來了 那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假設今天來講呢 我要直接 直接 不要那麼複雜 那怎麼辦呢 那很簡單 把表格整個框起來 把表格整個框起來 你看是要用複製 還是要用Ctrl C Ctrl加C鍵 把它複製都可以 然後複製完以後呢 我們到範例這個 目標的工作表裡面 點一下我要的儲存卡 點一下 然後選擇貼上下面這個三角形裡面的這個 保持來源寬度 藍寬 就好了 它就要把你的格式幹嘛 Copy過來了 Copy過來了 有沒有 格式Copy過來 非常快 非常快